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个网红糕点 肉松小贝的做法 先准备一个无油无杂质的盆子 打入三颗鸡蛋 然后把蛋黄分离出来 小心点不要把蛋黄弄破 蛋黄里先加入25克气味小一点的食用油 再加入50克纯牛奶 可以用等量的清水代替 搅拌均匀以后加50克面粉 中筋低筋都可以 搅拌至无干粉可流动的细腻糊状就可以了 然后来打发蛋清 加几滴白醋可促进打发和去腥味 25克白糖一次性加入 打蛋清高速打发至硬性发泡 蛋白体积会慢慢膨胀 并且会慢慢变浓稠 打到蛋白表面纹理清晰的时候 提起打蛋清看一下 能提起这样不弯的小尖角就可以了 打发成功 然后把蛋白和蛋黄糊混合均匀 先舀一小部分蛋白到蛋黄糊里 翻拌均匀以后再全部倒回蛋白盆里 再次翻拌至颜色完全一致 用铲子从底部往上翻拌 不要打圈搅拌 否则很容易导致蛋白消泡 烤出来的糕点就不松软 准备表花袋或者用干净的食品袋也行 把蛋黄全部倒进来 袋口寄紧 袋子底部剪一个小口子 然后挤成圆形小饼形状 要间隔开距离 一盘烤不下可以分两盘烤 烤箱上下管150度烤20分钟左右 时间和温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要根据自家烤箱适当的调整 把烤熟的蛋饼轻轻的取下来 对半切开 在其中的一半上抹上沙拉酱 然后另一半对扣起来 再把顶部的缝隙填上沙拉酱 底部也抹上 然后把抹了沙拉酱的地方都沾满肉松 肉松小被制作完成 喜欢就赶紧收藏视频 动起手来 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关注我哦 感谢收看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